吃飯 吃飯 鮮香肉片炒香 加入其他配料 台北市晴天宮 附近知名石頭火鍋店 特殊吃法聲明遠播 每天都是大排長龍 卻有民眾意外看到 存放火鍋料食材的 冷藏櫃裡這驚人一幕 一整排都是吃 真的沒看錯 火幫人跳在裡面不斷蠕動 而冷藏櫃裡一旁 還有許多火鍋料 以及其他食材 因為那是直接看到的 其實就會有點關心 應該就不會再去吃了 如果是我遇到 因為菜難免都會有這些東西 還有時候你煮我也不知道 民眾當下立刻提醒火鍋店員 對方也確實把去都擦乾淨 詢問店家為什麼會有去 櫃台人員卻避而不談 選擇敷衍 實際直接現場 用彩時段人高逢滿座 似乎未受到風波影響 好 昨天就馬上立刻處理 不過不少網友看完直呼 自助生鮮類 台灣餐飲業最大的驕傲 好吃的秘訣 也有網友當起偵探表示 應該是湯汁流進溝槽 沒有擦乾淨 多數網友則痛批 無法接受 感覺就是長期沒有在清潔 如果我們這個區域 污染到我們的食材 那民眾又不曉得把它吃下肚 擔心會增加食物中毒的風險 一事則市井 若有區出現 可能會引起食物中毒 衛生局29號上午 也派員前往稽查 現場自助區冷藏櫃 已經完成清理 卻也揪出七項衛生缺失 雖然店家立即改善環境 但火鍋店食材區經見證 排區現身 真的也讓民眾實在不安心 記者 張宏柏桂 宣台北參謀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